云深不知处 蓝室 姑苏蓝室的清谈会就在蓝室举行 蓝室还是以前那个蓝室 干净 朴素 简单 没有朴从 没有侍女 没有美酒 没有美食 各市家的家主安安静静地 坐在蓝室的一张张挤案前 这些家主没有哪一个 不曾有过在蓝室听课求学的经历 若不是此刻岸上有一杯清茶 真要疑心这不是清谈会 而是听学会了 与以往清谈会不同 蓝室举办的清谈会 并未有事先安排好的座次 两名蓝室门生站在蓝室门口 对每一位到场的家主均轻言一句 请随意入座 竟不再将其引入座位 然而是如此 各家家主仍自觉地 将第一排的几张桌子 留给了几大世家 纷纷从第二排开始入座 先来先入座 倒也省去了 以往在座次上 生出的那些个纠纷 不少世家的家主 暗暗感叹 新任先督这清冷的性子 倒也不是坏事 在许多世上 少去了不少麻烦 第一排的三张极案旁 正中坐着云梦江世家主 江成 右边坐着清和涅世家主 聂怀桑 左边坐着蓝灵金世家主金灵 江成从一进入蓝世坐下 就仿佛入定了一般 一言不发 旁边的金灵 见舅舅一脸严肃 也不敢主动说话 脸上满是忐忑 聂怀桑 还是那副公子模样 摇着他那把走到哪儿 都不离手的扇子 四处张网 其他人见这三大世家家主 均不吭声 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开口 气氛不由有些尴尬 这实在和以往的清谈会 太不一样了 韩光君到 泽吴君到 蓝世门声的声音 打破了沉寂 蓝世双臂 还是那样的俊美飘逸 韩光君蓝望鸡 坐在以往蓝老先生 授课的座位上 泽吴君蓝西沉 则坐在了 以往授课时 助教的位置上 感谢各家来云深不知处 参加此次清谈会 此次清谈会有两个议题 其一 对之前发放给各家的 涉日之争以来的 先门石稿提出修正意见 大家共同定岗 其二 对道理法进行讨论并表决 现在 先开始第一项 任何世家对石稿草案 有修正或补充意见的 请不吝赐教 好一个韩光君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就这样直奔主题了 我有意义 江城从韩光君开口的一瞬 就从那入定的状态中出来了 竟是第一个站了起来 江宗主请讲 蓝王鸡脸上 没有半分惊讶的表情 当然了 这也很正常 因为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 蓝王鸡脸上 从来就没有表情 石稿中 关于怡陵老祖魏无羡 是金丹转而修轨道的记载 为何不说明 它是金丹的缘由 你明明知道的 江城直直地望着蓝王鸡 语气里没有半分对仙都的敬重 既是记入史书 须得有证据 经多方确认 并不由我的认知来书写 蓝王鸡淡淡地回答 还要什么证据 我就是当事人 我能拔出魏无羡的随便 就是证据 江城猛地抽出一柄剑 红色的剑气直指蓝王鸡 整个蓝室内鸦雀无声 蓝王鸡纹纹丝未动 蓝锡尘也纹丝未动 第一排的金灵和聂怀僧 竟然也好像并不觉得惊讶 而其他人则是一时没有缓过神来 仙门百家千百年来 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清谈会上 剑指仙都 这个江城是不是太嚣张了 这位仙都是不是也太淡定了 待大家回过神来 才注意到江城手里的那把剑 确实是大名鼎鼎的随便 仪陵老祖魏无羡的随便 那把早就自动封剑的随便 原来坊间的那些传闻 竟然是真的 蓝室里终于开始有人 忍不住焦头接耳 窃窃私语了 江总主 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怒 先开口的是蓝西沉 蓝望鸡静静地望着江城 与江城对视 眼神没有丝毫地退让 江城的眼睛红了 他深吸一口气 把剑收回到剑壳里 转身面向蓝室里的其他人 举起手里这把黑色的剑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是魏无羡的随便 在座各位可以来试试看 看看你们抽不抽的出这把剑 江城觉得自己等了很久 却没有人动 江城回头望了一眼蓝望鸡 又突然转过身来 把剑递给坐在第二排的欧阳家主 欧阳家主 你试试吧 欧阳家主愣了一下 伸手拔剑 纹丝不动 江城腰间挂着三毒 纸上绕着紫电 手里握着随便 红着双眼 围着蓝室 走到每个人桌边怒吼 拔剑 绕完一圈 他静止走向蓝望鸡 把剑递过去 却仿佛再也没有力气 吼出那声拔剑 蓝望鸡站起身来 双手接过随便 端详了许久 又双手奉到江城身前 依然用他清冷的声音说道 我早就试过了 这就是他的剑 我拔不出 整个蓝室之中 只有蓝西沉 能从这清冷的声音中 听到蓝望鸡内心的颤抖